今年梅网是值得被网谈铭记的一年 梅总以摧毁德约年度全满贯的方式 成就了自己的首个大满贯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52年来没人完成的壮举 这事本身就是非人类的难度 赛后德约三次流下了泪水 真是强如德约 也无法如愿啊 而这边号称男子网谈第一邪星的梅总 不仅大秀了一把重枪式庆祝 赛后还公然撒起了狗粮 定是第一个踩着巨头上位的新生带 恭喜梅总吧 近日 有一则CBA的消息在国内篮球迷之中炸开了 据一位国内的爆料大神透露 有五家俱乐部展现出了对考新司的兴趣 目前考神正复闲在家且前途迷茫 来的概率可能比不来高 喜欢持球进攻的考神 是天生就适合在CBA打球的外援 而且他的天赋无疑是最出色的 一旦他下赛季真的出现 他所在球队将有望变得非常有竞争力 甚至会不会出现四川一黑到底的故事 都会是新赛季的一大看点 著名的时尚达人威斯布鲁克 最近又开始整活了 他晒出了自己最新的一组街拍 品味奇特的威少这次穿上了一抹白裙 活像一个大号羽毛球 这也引来了脾气超大的潜水货状元的吐槽 不过显然这不会影响到 威少的品位和时尚界的地位 这不立马又染了蓝发去参加活动 虽然威少衣品风格看起来有点柔弱 不过你看看人家之训练状态 可一点都不含糊 其实个性是一方面 作为球员还是要对得起球队付给你的工资 至少在这一点上 威少做的可比你跨梅布朗出色多了 全运会乒乓球男团首轮 马龙赢球后准备回更衣室 走路潇洒的龙队却发现门打不开 徘徊之后决定左转 还好能走出去 作为一名真迷路大师 龙队在各个场合经常是自信的不乏 最后迷惑的离开 6比1 一甲未免冠军让老说人米哈挂帅的客队 看起来像只业余队 这个比分也让国米的进球术 创下了60年来的新高 伯洛尼亚完全就是个出气筒 倒霉蛋 国米凶猛 这还要从周中的欧冠说起 在面对黄马的时候 蓝黑军团踢了一个多小时的好球 占据了几乎整场的优势 最后却被欧冠霸主吃了霸王餐 这口难以下咽的气 最终都变成了进攻端的武器 米哈赛后直言 如果他们想的话 甚至可以进我们10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